Hello 大家好 我是博士小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款裙子给大家穿一下 我们来看看第一套 第一套是不是看上去就很鲜 大家一直要出一个鲜一点的裙子 当然今天推荐的牛脸套是套装的 就不用去考虑怎么去穿搭 非常方便 然后这款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平价的一款 只要一百多块钱 都是比较平价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的款式 它侧面这里呢是带一个这种开叉的 这个手感上去还是处理感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个吊带的 然后里面这个吊带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外面自带了一个这种脸色小开叉 这个小脸色小开叉质量我觉得还行 不会扎人感觉什么的 这一款设计是比较简单的 里面有个小抹妆的吊带裙 这还挺好看的 挺鲜的 把这一套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套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套 第二套的呢它是一个套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这样穿上一套的 它是比较有点法式装的那种感觉 是一个长裙 配一个这种衬衫的照应 这一套套呢是比较复古一点的 它的手感和亮亮都还可以 这个上衣呢是个雪纺衫啊 然后这里面做工我觉得做工都还挺好的啊 然后一百多块钱我觉得性价比也挺高的 这荷叶间的这个小颖子还挺漂亮的啊 看一下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呢后面是自带一个松紧的啊 插上去很舒服啊 我买的都是最小炮的啊 裙摆比较不更松 是个N字版的啊 这一套小手 我们把这一套给市场看看效果 再看一下最后一件 我们看一下这一件 这一件的话呢它是一个珍珠的一个挂饰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 是有一个叠针的一个设计啊 每个小珍珠的挂设计就不用戴市场面了啊 这里是个low空里面 当时穿上身可以看到效果 袖子这里它是一个泡泡袖啊 然后它裙板呢就是非常独特的 看特别大啊 看模特图穿就挺好看的 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买 不过我觉得没有后悔啊 这个面料呢比刚才买的那一件裙子的话 手感会更好一点啊 后面呢是这种隐形拉链的 现在我们把这三件裙子都一一式上身 大家看看哪一件是最好看的 好第一套已经穿上身了 它这个裙子这里吊带呢 还有一种小画纸啊 是可以直接围脖子上面绕一圈 然后就挺有质感挺进去的感觉啊 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啊 然后这个吊带呢 外面穿了一个这种小开衫啊 出门穿的话就都没干干啥 我觉得其实挺鲜的 但是我修这里是有一层这种网纱的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还挺好看的啊 包括它这个吊带裙呢 我穿上身的时候呢 它弹力是非常大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弹力很大 胃胖简单可以录的啊 它也是危险度的 裙板这里是非常大的 困空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穿了一下 脸边的侧边都是带一个小开衫的啊 真的是PCM的啊 这个质量也是OK 穿上身穿到现在没有渣人什么的啊 这套是非常好看的 我第一眼就像中了 当时看模特图穿就挺好看 没想到那穿上身也还是挺让我惊艳的 然后再试试第二套看看怎么样 好第二套已经穿上身了 这一款呢我是塞了好久 都没有塞过很好看的形状 现在稍微好一点点了 它这里应该是有一个这种和叶斑面嘛 然后我觉得塞进去的话 穿上会有一点点很尴尬啊 然后可能是身体不太好这一款啊 所以我们买回来 一定要穿上身轻身的去感受一下 我们该好的地方就是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如实跟大家说 一直都是真实的词品 给大家猜一口 后面这个还有扣子 看一下整个体重 裙子的话呢 还挺长的是一个长裙 到膝盖下面了 大家可以猜看这个地方 那裙子呢是会显腿粗的啊 是非常正胯的一款 是个A字裙 其实这套颜色我觉得还挺从日本 有点法式风格 整体也可以 就是在这个塞进去 我觉得是有一点缺点的 大家如果不是很介意的话就行 这一款啊 除了塞进去有点麻烦 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穿上身也没有扎人什么的 我们来再看看最后一件吧 最后一件我看一下 他这个领头 这里设计是个别增的啊 然后后面是带拉脸 直接套头穿上就行了 这个还挺好看的啊 不用带这种珍珠顺链啥 都是啊 他是个镂空的 我觉得还挺性感的 差到好处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 他这个袖呢 就是总泡包袖鼓鼓的啊 是一种法式的一个连续裙 他这里还有一个腰带呢 是可以系上的 系上了 这款裙牌真的是超大的 大家看到吗 没想到他参创生好 送我还可以 好了 那这三件裙子呢 大家觉得哪件是最好看的呢 如果有你想吃的款式 也可以谢谢你小焦哦 感谢大家收看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